很多人都知道,在国际交易上,印度的口碑意志不太好,无数的国家和企业都被其坑害过,可谓是叫苦不迭。 然而在18年的时候,印度将主意打到了我国的身上,想要从我国购买高铁车轮。 不出意外的,印度最终还是毁约了,将这份订单转交至其他国家身上,但是我国根本不慌,选择做官其变。 果不其然,印度最后还是灰溜溜地回来,要与我国合作,但是这次印度并没有如愿,而是签下了一个高达17亿的订单,深深地吃了个哑巴亏。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?印度又为什么要购买这么多的高铁车轮呢? 其实,关于铁路的发展,印度也算是最早的国家之一,甚至印度还是世界上少有的由铁路发展来定义的国家之一。 并且,印度是亚洲第一个拥有铁路的国家,那时的印度还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。 1853年,英国殖民者在孟买建造了第一条可以载客的铁路。 虽然当时这条铁路建造的主要目的是英国的军事用途,但是实际上也满足了印度人的很多需求。 值得一提的是,在印度修建了第一条铁路二十多年后,我国李鸿章才在奏折中上报了铁路仪式。 而且,1876年,上海曾经在英国商人的帮助下建造过一条长达12公里的铁路,但是遭到了拆除。 直到1881年,第一条实际意义上的铁路,唐须铁路才建造而成,长度只有9.7公里。 再看日本,也是在1872年左右才建造了第一条铁路,可以说印度在铁路上起码领先了其他国家二十多年。 直到1947年,印度宣布独立时,印度的铁路发展仍然在亚洲是数一数二的,并且还拥有着亚洲最长的铁路网。 虽然印度有着极其深厚的基础,但是在宣布独立后的几十年里,印度的铁路很少发展,相较于之前也才上涨了1.4万公里。 而且,印度的铁路大部分也还是一百多年前所建造的,十分的陈旧,这也使得印度的铁路事故频发,造成了不少的人员伤亡事件。 1981年,火车出轨后,直接从大桥上坠落,导致800至1000人死亡。 1995年,两辆火车在新德里相撞,导致358人死亡。 2010年,火车出轨与货车相撞,导致146人死亡。 2017年,当地新闻报道,短短十天时间,印度发生四起重大事故,导致无数人受伤,死亡。 铁路部长以及铁路委员会主席,最后只能辞职来平息风波。 几乎每隔几年,印度就会发生一次重大事故。 而火车频频出事故的背后,主要原因是基础设备落后,技术太差。 基础设施差,基本不用多说,从外观上就能够看出来脏乱差的环境,挂满人的老式火车,让人叹为观止。 铁路的通信以及信号技术落后是不可回避的,否则也不可能出现三列火车相撞的场景。 由于火车频频出事,当地的政府压力也很大,为了能够降低出事的频率,他们决定要干一票大的,来一次大换穴向高铁迈进。 他们从德国进口,LHB车厢,空调,从意大利进口转向装置,又打算从中国进口车轮。 说起高铁,人们常常被其流线型的外观和惊人的速度所吸引,可谁曾想决定高铁命运的,竟是那看似不起眼的车轮。 高铁车轮,这个只有行家才懂得硬核零件,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造出来的,它承载着整列车的重量,还要抵抗高速行驶带来的巨大压力。 一个不小心,就可能酿成大祸,就拿1998年那场震惊世界的德国高铁事故来说,287名乘客中有206人伤亡,而罪魁祸首就是质量不达标的车轮。 由此可见,小小车轮,关乎大大安全,制造高铁车轮,可不是简单的铁块加工那么容易,它需要经过高温锻造,精密切割等一系列复杂工序。 最关键的是,成品车轮的含养量不能超过0.0002%,这个精度连呼吸都能影响结果,难怪这项技术长期被得,法、易、日四国垄断。 他们是之为战略核心技术,严防死守,连论文都不发表,更别说交流参观了。 面对这样的技术壁垒,中国人没有退缩,我们组织精英团队夜以继日的公关。 功夫不负有心人,终于在2018年,中国高铁车轮不仅实现自己自足,还打入国际市场,销量达到惊人的27亿美元。 反观印度,作为亚洲第一个拥有铁路系统的国家,却连车轮都造不出来,这不禁让人感叹,科技创新,才是一个国家真正的实力所在。 在2017年,印度与中国企业签订17亿卢比购买4万高铁车轮合同,正式达成协议。 本以为是接到了大单,却不想合同签了没多久,印度就单方面撕毁合同,不干了。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? 众所周知,印度人向来对我国不友好,也十分抵制我国制造的产品。 跟中国签订合同的消息传回去之后,当地的百姓纷纷口吐芬芳。 铁路局一看这架势就慌了,虽然他心里知道中国的车轮质量好,对比其他国家来说物美价廉, 但也遭不住打架的唾沫。 在这时,乌克兰得知消息之后朝他们伸出了橄榄枝,称他们可以为印度提供车轮。 于是印度思索再三打算直接毁约,转头跟乌克兰合作。 在国际上合作诚信是非常重要的,合同具有约束性作用。 显然,诚信在印度人眼中并不重要,他们毁约,想要白嫖的事情也干了不少。 这一次的毁约,再一次让世界看到了印度做生意的秉性。 他们为了毁约,空口白牙的污蔑我国车轮质量有问题, 只想从乌克兰买到更便宜的产品,免于被当地百姓责骂。 印度本以为自己做得很高明,却不想这一手操作不仅没有偷到星, 反而给自己惹了一身骚,跟乌克兰达成合作之后没多久, 俄乌战争爆发了,小命都不保了,和谈生意呢,于是交期也变得遥遥无期。 跟乌克兰的生意黄了之后,印度只好再另找其他合作伙伴, 可他们之前毁约的那一手操操作,让其他国家都不再相信印度信誉, 也没有人再敢跟他们合作。 找来找去,找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原点,印度再一次找上了中国。 我们吃了一次亏,定然不会再吃第二次,也不是很想再次合作。 印度得知消息之后后悔不已,于是提出双倍价格购买车轮。 即便印度愿意加价购买,最后能不能拿到钱还是个问题, 于是企业给出条件,想要合作可以,预付款60%,到账后我们再安排生产。 此时的印度别无选择,于是最后以双倍的价格60%预付款的条件答应了下来。 这就是所谓的偷鸡不诚实拔米吧。 印度人无契约精神其实不是一次两次了, 毁约不付款导致厂家压货,最后逼得厂家打折售卖,这是他们的惯用手段。 2023年,比亚迪就在印度被摆了一道。 去年8月份,印度税务局要求比亚迪缴纳7.3亿卢比税款, 称他们将汽车的零部件运输到印度不符合税收政策。 因为整装汽车运输税率高达70%至100%, 零部件的税率15%至35%不等。 比亚迪在印度本就有合资公司, 将零部件运输过去组装售卖也无可厚非, 但印度非要找个理由薅上一笔,那他也没办法。 外国企业在印度设厂,被罚款的案例数不胜数, 他们秉承着燕国拔毛的手段来移植对外, 这也导致越来越多的外企纷纷撤离印度。 所以说,印度的这番作为, 不仅是在坑害他国,更是在坑害自己的未来。 说起中印关系,可谓是跌宕起伏, 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, 既是邻居,又是竞争对手, 关系复杂程度堪比一部大型连续剧。 近年来,中印贸易额持续攀升, 看似一片大好,可细究起来, 问题不少,贸易逆差悬殊。 印度对中国产品的依赖度越来越高, 这让印度政府颇感不安。 于是乎,印度开始挽起了保护主义的把戏, 提高关税,反倾销调查,样样来。 可问题是,印度自己的产业链还不够完善, 这么做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 就拿这次高铁项目来说, 印度雄心勃勃地想要打造从孟买到艾哈迈达巴德的高速铁路, 原本计划2023年完工,如今却遥遥无期。 资金短缺,土地征用困难,技术瓶颈。 问题接踵而至, 印度这才意识到, 想要赶上中国的发展速度, 光靠喊口号是不够的。 可笑的是, 印度政府一边渴望发展, 一边又对中国的帮助疑身疑鬼, 这种矛盾心理, 导致他们在合作问题上举气不定, 反复无常。 高铁车轮订单的反复, 正是这种心态的集中体现, 先是欣然接受, 后又毁约另寻他处, 最后又不得不回头求助, 这种行为不仅损害了双方的互信, 更是浪费了宝贵的发展时机。 然而, 尽管存在诸多分歧和摩擦, 中印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潜力依然巨大, 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, 中国的经验和技术。 正是印度急需的, 印度若能放下偏见, 以更开放的心态看待中国, 或许能在发展道路上少走些弯路, 毕竟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, 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。 中印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, 肩负着为全人类谋福祉的重任, 如果能够求同存异, 优势互补, 不仅能造福两国人民, 更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。